来 中间两个女生 你要选的话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两边的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我选11号 你选11号 来 最后一点时间 就可能一开始 就是那个iPad选的时候 快了一步 本来是想选11的 然后那个确认键按的滑了 原来是这样 好 一开始我是了解过 你首先是个杭州女孩子 然后我可能也是 为了那个结果去的 所以可能对我来说 异地就通过 第二个 我了解你是活动策划 活动策划 可能你会有很多那种 天马行空的想法 然后包括你可能多多少少 也会接触到婚礼策划这一块 所以可能我们的圈子 会有一点点的重合 你刚才所在意的那些东西 就是包括异性这些东西 我这些都是自觉能做到的 反正 反正 加油 好 我懂了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我跟男嘉宾的一些 就是观念还是蛮相像的 就比如说 一的话就是 对以后家庭的一个想法 他是一个负责的爸爸 我也愿意做个负责的妈妈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我也是暂时没有考虑异地的 一个情况 第三点就是 一开始我还在想 支退是我 但心动不是我 因为他之前两段恋爱 都是一见钟情那一种 这点蛮相像的 但是男嘉宾 我有一个问题 你想找一个原生家庭 比较幸福的人对吗 是这样子就是 我的话原生家庭来说 可能没那么的幸福 因为这点的话 我感觉它是一个硬性条件 因为无论说我们在不在一起 这点它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选择我 就要接受这一点 那假如说不能接受 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我就想问就是 你父母关系如果不好 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就我希望 比如说假如有一天我跟你结婚了 我希望我们是个幸福的家庭 我是不喜欢我现在这个家庭状态的 所以说我不会把我目前的这种家庭状态 带入到我的下一代当中 明白吗 所以说我会更加好的去维护我以后的那个家庭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更加幸福一些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的态度是 如果说你是能够接受我的原生家庭 没那么的幸福美满 甚至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差 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的 我是接受的 我是接受的 所以给一句话 姑娘 我有愿意 我有愿意 我的天哪 好